提起日本 我们会亲切地称之为小日子 但是 我们不得不承认 小日子的足球真的让人敬佩 那么为何日本的足球能成为亚洲之光 让我们看看这场比赛 你就能找到答案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 八分之一决赛 当时世界排名第56的日本队 迎战世界排名第一的比利时队 双方都派出了最强阵容出战 比利时前场拥有卢卡库 阿扎尔 边路拥有爆破手卡拉斯科 中场德布劳内坐镇 后防线则有老队长孔帕尼领衔 日本队则以刘洋班底为主 香川针丝 长谷不成 几天马眼 酒井红树等 旅游球员悉数出战 比时的夺冠大热门比利时队 无疑是日本足球百年复兴计划路上的燕金石 当时的观众无不认为 比利时将一碾压的姿态 进军世界杯八强 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 让我们走进这场比赛 面对实力远强于自己的对手 日本队 在赛前就知晓自己的身体和技术 与对手相比不在一个水平 于是 他们扬长臂端 用大量的跑动来弥补自身的不足 然而这样的臂端就是提前透支体能 就是俗话说的勤能捕捉 随着裁判一声哨响 比赛正式开始 开场仅仅55秒 日本队就获得机会 中场核心相川真思大进区外得球 闪转腾挪之间 突失冷剑 可惜角度打偏 足球划门而出 经出门将库尔图瓦一身冷汗 第43分钟 常有右督左路得球 缓过后卫 将球横扫进区 前锋大破勇也差之好理 球被库尔图瓦得到 却突然脱手 差点酿成乌龙 日本队通过精尿的团队配合 不断制造机会 比利时队门前风声鹤唳 当然 贵为世界第一的比利时队 也不可能让日本队肆意妄为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比利时队一度压得日本队过不了半场 对着日本队禁区就是一番狂轰烂炸 但终究没能将场面上的优势转化为进球 随着中场哨声响起 双方在上半场互交白卷 可谁也不会想到 下半场 双方会给全世界球迷 奉献一场进球大战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 罗斯托夫竞技场 1%决赛 世界第一比利时遭遇亚洲第一日本队 在不被全世界球迷看好的情况下 日本队表现出了极强的韧性 甚至一度将比利时队逼上绝境 上半场日本队力保球门不失 还多次威胁到比利时人把守的大门 随着下半场哨声响起 场上风云突变 开场仅仅三分钟 日本队通过默契的传导 利用犀利的反击 打破了场上的僵局 圆口圆气在右路得球后 长驱直入 一脚抽射 洞穿了库尔图瓦的食指观 为日本队首开记录 比利时人非常懊恼 日本队员疯狂庆祝 进球之后的日本队 踢得更加游刃勇余 第52分钟 中场核心香川真思在拿球后 自信的一记挑球 挑过维特赛尔 随后将球分给了身后的潜贵士 后者得球后 稍作调整 在大禁区湖顶处 来了一记是大力尘的抽射 随着一道美丽的弧线 足球直挂球门死角 这一记世界波 让1米99的库尔图瓦 也望尘莫及 下半场开场仅仅不到10分钟 日本队两球领先 这简直让全世界刮目相看 看台上的日本球迷沸腾了 谁也没有想到 日本队会两次攻破 世界第一的球门 这也将夺冠大热门 比利时队逼上绝境 场边的比利时主帅马丁内斯 也不再像赛前那样淡定 正当大家以为这场日本队 将成功上演 以弱胜强的戏马时 比利时人表示拒绝暴了 比赛第65分钟 比利时人率先做出人员调整 用费莱尼和沙兹利 换下梅尔腾斯和卡拉斯科 反击也正式从此刻打响 事实证明 比利时队的这次换人 绝对能载入史册 换人之后的比利时队 开始利用身高优势 对日本后防线狂轰烂炸 日本队平均1米8的防线高度 在比利时人高大的身躯下 显得格外瘦小 日本队防线岌岌可危 终于 在一次投球接力之后 比利时后卫在禁区内 一记四传四射的投球 超远距离的神来之笔 只挂日本队球门死角 比分变成2比1 接下来的时间 就变成了比利时队的高空轰炸 日本队由于长时间的跑动 消耗了大量体力 防守起来显得力不从心 后方的一丝松懈 让比利时人抓住了机会 第74分钟 阿扎尔扎球往左路拿球后突破 左脚传中 刚刚换上来的1米94大高个费莱尼 一跃而起 力压日本队防守球员 将球送进川岛永四把守的大门 日本队5分钟内打入两球 比利时人又在5分钟之内扳平比分 双方回到同一气跑线 从现在开始 谁进一球都极有可能成为绝杀 刚刚连入两球的比利时人是气正胜 持续利用高空轰炸向日本队防线施压 而日本队因此前的体力消耗 早已精疲力尽 比利时人在日本队禁区内肆意妄围 连续投球攻门 日本的门将川岛永四做出关键扑救 财力宝球门不失 比赛来到加时 日本队获得一次脚球机会 此时离比赛结束就只剩十几秒 也正是这十几秒 彻底改变了日本队的命运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 日本队在2比0领先的情况下 被比利时连进三球绝地翻盘 比利时最后一次反击仅仅花费14秒 也正是这短短的14秒 击碎了日本队冲击世界杯八强的夙愿 失败之后 日本全国上下并没有觉得沮丧 毕竟面对实力远强于自己的对手 日本队是站着死的 他们可以昂首走出罗斯托夫竞技场 赛后 他们对失败的反思是令人震惊的 当时他们花费了50万欧元 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调取了现场28台摄像机 从各个角度捕捉那导致他们失败的14秒钟 更是邀请到了比利时的运动员进行采访 勇敢面对失败 徐欣向别人请教学习 最终制作成了长达50分钟的纪录片 让日本沉默的14秒 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这14秒 比赛来到最后时刻 日本队获得脚球机会 他们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开战术脚球 拖延时间 将比赛拖入加时 另一种是直接将球掉入禁区 争取绝杀机会 此时的日本队经过90分钟的熬战 早已精疲力尽 他们知道拖入加时 将必败无疑 于是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二种方案 决定输死一搏 成败就在此一举 只见日本队开出脚球 1米99的库尔图瓦将球高高跃起 将球稳稳拿下 此时的德布劳内已经加速启动 库尔图瓦毫不犹豫将球传给了德布劳内 德布劳内高速带球突破半场 随后将球分给了右路的莫尼耶 莫尼耶顺势横传中路 卢卡库鲁远外中路抗助日本后卫 灵巧地将球露向身后 沙兹利拍马赶到 轻松将球送入日本队球门 完成最后的独秒绝杀 整个过程正好14秒 从两球领先到2比3倍绝杀 日本经历了由大喜到大悲的过程 日本队员沉默了 日本球迷沉默了 但是没有人会嘲笑他们 因为他们的对手是当时的世界第一 他们和世界第一T的有来有回 一度将比利时人逼入绝境 这何尝不是一种胜利 虽然这场球他们输了 但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 看着邻居日本队的表现 不得不说中国足球任重而道远 请不吝点赞订阅